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报道内容 习近平率财经委三巨头亮相 坊间嘲笑 无一人懂经济 据自由时报报道 中共党媒新华社报道 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5号主持 举行20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中国国务院总理 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强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蔡奇 中共国务院副总理 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丁薛祥出席会议 专家指出 这是中共20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的成员首次亮相 习近平加上三名亲信 没有一人是经济领域的专家 习近平在会上称 新一届中央财经委员会 要进一步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 是领导财经工作的意识协调机构 是经济核心领导和决策部门 主任由中共总书记担任 李强、蔡奇、丁薛祥都是习近平的亲信 此外外界对李强带领的国务院经济团队 都持质疑太多 新一届经济团队并无太多亮点 习近平对忠诚的看重 高于能力和经验 此次中央财经委员会 也讨论当前中国人口问题 要求提高人口整体素质 保持适度生育水准和人口规模 并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中国去年人口负成长是61年来首次 专家此前分析 人口负成长一旦出现便难以逆转 中国正面临超出其想象的人口危机 团派突然公开唱反调 北京反习势力暗拥 据万卫报道 5月1号前夕 官媒北京青年报下属的 北京学童社 在微信公众号发布一张照片 题为一张白纸 配文写道 我会记住2022年11月26号 我会记住传媒人的勇气 经比对发现 学童社照片拍摄地点 就是白纸运动第一人抗议实战的位置 有分析指出 学童社有团派色彩 归口北京共青团委 这种有违习近平当局对白纸运动 秋后算账的做法 事实上是在声援民主运动 要知道单靠学通社不太会做这种事 肯定背后有人受益 如今中共表面上平静 暗流却依然涌动 随时会燃起大火 署名梅山子的评论文章写道 五一前后北京就有六名官员被查 被判 罪名却有一些与往昔不同的地方 这些落马官员大部分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但官宣中没有提到常见的贪污受贿 生活作风等等 显然这些人都是活口 这样罪名说辞也是有用意的 一般来说这样的人很多都是低级红高级黑 套用中共的话说就是两面人伪忠诚 进一步分析这些人的履历和年纪 就会发现有些人应属于团派 说到团派今年两会结束 团派彻底出局 昔日大人物极少能躋身核心圈 这样的话 如果团派发点牢骚 泻点怨气 躺平摆烂 不作为 暗示坏 放点冷剑 也是有可能的 文章写道 北京学童社的最新事件却显示 偏偏就是北京这个权力中心的地方 涌动着那么大一股唱反调的力量 变着法子表达不满 反对两个维护两个确立 让习近平中央受到低级红高级黑 就连习近平自己也知道 党内思想不纯 组织不纯 作风不纯等老问题没有解决 新的问题就会层出不穷 以致搞出自己学自己 这种非常荒唐的事情 而逼当今党皇座这种荒唐式的 主要是天子眼下的官员 文章最后写道 近期有关习近平对储君的一番论述 成为坊间关注的焦点 然而所谓的年轻干部 显然是指向以往被称为接班人的团派 外界也该多少读出一点味道来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英国外相会晤韩正谈港台新疆 中国官媒却只字不提 据自由亚洲报道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加冕仪式 期间会晤英国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 然而克莱弗利于会议谈上阐述英国对于香港 新疆与台湾情况一事 中国官媒报道却只字未提 不过克莱弗利5号在推特发文清楚指出 今天与韩正副主席会见 我阐明英国对香港新疆和台湾的看法 我们也就其后变迁经济关系与人民交流的合作事项从事讨论 新华社7号凌晨报道 当地时间5号到6号 韩正代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在伦敦 出席查理斯三世国王加冕仪式及相关活动 报道提到韩正在英国期间分别与英国首相 里希·苏纳克、威尔斯亲王威廉王子等人进行简短会见 另与副首相奥利弗道登会面 报道并提到当地时间4号晚间 韩正出席中英工商界所举办的欢迎晚宴 并在晚宴上致辞 不过新华社的报道却完全未提到 克莱弗利与韩正会面仪式 疑似跟克莱弗利涉及敏感的台港及新疆议题有关 路透社报道则指出 在中英关系处于低谷之际 这是两国高级官员举行罕见会谈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北京医院夺命火灾29死最高检英勇挂牌毒瓣 4月18号北京市丰台区北京长丰医院发生重大火灾事故 造成至少29人死亡 事故中有诸多疑点 习近平的亲信最高检检察长应勇介入 该医院长期违规将迁出多少保护伞引发关注 新华社报道 4月18号北京市丰台区北京长丰医院发生重大火灾事故 造成29人死亡 案发当天 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对相关责任人员立案侦查 后对北京长丰医院及施工单位15人刑事拘留 目前该案正在侦查当中 这场罕见大火引发三大疑点 引起舆论对官方信息透明度的质疑 首先火灾发生后相关视频信息遭到审查 官方拖延8小时后才报道医院失火的消息 许多患者家属看到新闻才发现与亲人失联 其次有病患家属披露得知火灾事故后 第一时间赶赴北京长丰医院 但却拿不到死亡名单 在医院的亲人生死不明 另外官方通报本次火灾29人遇难 这个数字是一条红线 涉及中共国务院与北京市政府管辖权问题 引发猜测 除此之外 有中国媒体披露 经调查发现长丰医院涉嫌违规合作开展养老业务 报道称北京长丰医院从2019年起就与福康寿护理中心进行医养结合有关合作 由长丰医院提供场地福康寿开展具体业务 界面新闻早前报道 北京市消防部门日前通报经初步调查 这次事故是医院住院部内部改造施工作业过程中产生火花 进而引燃现场可燃涂料的挥发物所致 中国外汇储备4月增幅超预期 据路透社今天报道称 中国外汇储备在4月份升至3.205兆美元 根据周日的中国官方数据显示 由于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下跌 中国4月份的外汇储备增幅超过预期 中国的外汇储备上个月增加了210亿美元 达到了3.205兆美元 而路透社对分析师的调查显示为3.192兆美元 3月份为3.184兆美元 4月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跌0.63% 上月美元对一揽子其他主要货币汇率下跌0.94% 路透社说截至4月底 中国持有6676万金横盎司黄金 高于3月底的6650万盎司 中国黄金储备价值从3月底的1316.5亿美元 增至4月底的1323.5亿美元 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 中国中小公司悄悄在华尔街上市 据法广报道 自今年年初以来不断上升的利率 银行危机和经济不确定性 抑制了许多人的上市欲望 但也有少数例外 包括小型中国公司 他们不顾中美关系紧张 纷纷低调登陆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在法新社今天排列的中国上市企业名单中 有金色天堂 Top King Wing和千禧集团 并称他们可能是很低调的公司 三家中国中小企业的年销售额合计 刚刚超过1亿美元 他们现在已经在华尔街上市 和他们一样 自1月份以来 有数十家中国公司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 完成了首次公开募股IPO 其中大部分是在纳斯达克市场 这个市场已经冬眠了几周 没有上市几落 对于纳斯达克亚太上市主管 Bob McQuill来说 此举得益于美国和中国当局 在一个问题上达成的协议 这个问题一直是中国集团 在华尔街的一个危险隐患 中国此前曾拒绝允许 在纽约上市的中国公司的审计师 接受独立会计组织PCAOB的审计 然而美国国会在2020年12月 通过的一项法律 做出了硬性规定 大约248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实体 总资本额超过了2万亿美元 因为能遵守该法律 而受到被迫离开华尔街的威胁 去年8月 吴家主要的中国公司 甚至选择自行离开纽约市场 包括石油公司中石油和铝业巨头中铝 但几天后 两国政府之间终于达成了一项协议 这有助于为一些因争议而搁职的中国公司 重新打开上市窗口 此外 今年2月 中国市场监管机构 中国证监会 澄清了适用于希望在国外上市公司的规则 这一举措被解释为一种开放的姿态 除了这种监管上的宽松 中国公司还受益于中国经济 在放弃近三年的清零政策之后 启动的重新开放 这让人看到了经济生产和消费强劲反弹的希望 中国的反弹速度比西方经济体更快 据Bob 麦库伊说 中国投资者一直在寻找机会进行投资 这可能导致他们在地域上多元化 在本地区之外进行投资 几乎所有的中国的首次公开募股 都是在5000万美元以下 Matthew肯恩认为 这些适度的金额在一定程度上 解释了这种成功的连贯性 在Matthew肯恩看来 地缘政治背景下 最近几个月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 但这并不影响中国中小企业加入华尔街的倾向 他说话虽如此 但如果情况发生变化 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因为两国政府已经表明 他们愿意将金融监管作为一种政治工具 据这位分析师还认为 对于一家大型中国公司来说 纽约证券交易所已经相对难以进入 部分原因是中国希望推广自己的金融中心 并推动中国公司在中国上市 但另一方面 一家小公司可以在美国上市 因为不会掀起一场政治风暴 中国手术房频穿性遭扰 十台手术有三台开黄枪 据中央社报道 中国医学科普微博账号丁湘元报道 中国有手术时开黄枪的现象 跟刀的护士说 十台至少三台充斥着昏段子 更有医生透露 比率达八成都不算夸张 丁湘元6号报道指出 中国各级医院手术事理言谈之间 新婚不济屡见不鲜 以至每个年轻医生在进入外科之前 以默认这样的潜规则 还有人说 就因为觉得手术使昏段子听着恶心 才不学外科的 化名陈凤的护士说 十台手术至少有三台如此 不过广东某县的三甲医院医生方希认为高达80% 而且在手术时里讲婚段子 非男性专利 若干女性张口就来的本事甚至更露骨 2018年西南医科大附属中医医院发布中国卫生产业研究结果指出 女性护理人员被性骚扰的几率高于女性医生 尤其是实习女护士 这些大约20岁左右的实习生 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医院无力发生 默默承受年龄大多在35到50岁的男性调侃 这些人几乎都有相当的资历和职称 当他们开黄枪时无人制止 反而独享阿谀奉承 根据中国2021年1月起正式实施的民法典 第1010条明确规定违背他人意愿 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 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 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此外西南医科大附属中医医院 对国际定义的言语性骚扰解读 讲黄色笑话色情文艺内容 让人难为情的言论 冒犯性称呼 追问隐私 对长相及着装等有性内涵评论等 均属于言语性骚扰 再者因中国民法典第1010条 被编入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之下 可见性骚扰侵害的是他人 对身体自由支配的权利 既因如此 若是第三方听到黄色笑话感到不适 依旧属于性骚扰 从法理与学书面解析 手术式开黄枪固然算是触放了 上述规定 中国各级医院却仍无法杜绝 这样的陋习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抖音遭报暗中追踪 关注同性恋用户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TikTok的前员工说 至少在一年的时间里 该公司的一些员工 能够在内部搜到一份 在该流行应用上观看 同性恋内容的用户名单 这些信息的收集引发了员工投诉 这些前雇员说 TikTok不要求用户披露他们的性取向 但会将用户观看的视频编入LGBT 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的简称等类别下 他们说一些员工可以通过操作界面 查看收集到的这些信息 其中包括一组观看过这些视频的关联用户 以及他们的ID号码 TikTok数据集里头的其他分类 也包括用户名单 但这些前雇员认为 这些类别并不敏感 据一些前TikTok员工说 2020年和2021年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TikTok员工 曾向高层管理人员提出了对这种做法的担忧 称他们担心有员工会与外界分享这些数据 或者使用这些数据来勒索用户 TikTok的一名发言人说 员工用来查看同性恋内容观看者数据的操作界面 在美国已于近一年前删除 这位发言人说 TikTok不会根据用户观看的内容 来识别用户的性取向 或种族等潜在的敏感信息 他还表示TikTok并不使用这些信息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福建四干部查水情桥梁垮塌失联 据联合早报报道 中国福建省龙岩市四名干部 星期天5月7号凌晨 在桥上查看水情时 桥梁突然垮塌 导致他们落水失联 其中年纪最小的仅为25岁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 福建龙岩市新罗区近日遭遇特大暴雨袭击 当地龙川西水位暴涨 四名干部星期天凌晨1点40分左右 在龙川西一座桥上查看水情时 桥梁突然垮塌 四人落水后失联 这四名落水者中 三人为街道干部 一人为村干部 目前尚未发现四人下落 救援仍在进行 事发桥梁建于1983年 至今已有40年历史 墨西哥总统称 证据确凿芬泰尼来自中国 据自由时报报道 类鸦片止腾剂 芬泰尼滥用问题 常年困扰美国墨西哥 法新社及BBC6号报道 墨西哥总统罗培茨-欧布拉多表示 墨西哥政府已经掌握证据 芬泰尼并非在国内生产 而是从中国走私而来 要求中方协助蓝茶 罗培茨-欧布拉多指出 墨西哥政府在拉萨罗卡德纳斯港口 拦截的货轮上 茶货藏在燃料用树脂中 重达34到35公斤的毒品 应是芬泰尼及甲基安非他命 货轮由中国青岛起航 经南韩釜山港 再抵达墨西哥 罗培茨-欧布拉多3月就曾致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要求中方协助打击芬泰尼走私活动 但中国外交部否认两国间 有这一类非法情势 罗培茨-欧布拉多5号重申 墨西哥是以非常尊重的方式 请求中方帮忙 据报道 芬泰尼的药效比马非强50到100倍 美国民众滥用情形严重 当局更指2021年因药物服用过量或中毒致死的107,375人当中 有67%与芬泰尼或类似亚片类止痛剂有关 美方多次指控中国是生产及走私芬泰尼的主要地区 最后经由墨西哥进入美国 但中方失口否认 认为芬泰尼滥用的问题完全是美国自己造成的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